好,現在呢,你如果真的OK了,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地方,你找到你盒子裡面有沒有三顆LD燈 看你要用哪一顆好不好,隨便你 你就拿一顆起來 檢查一下長短腳的記憶 對,來,你看一下,你看我們這個有沒有真的有長短腳 對不對,長的是正極,短的是負極 所以呢,我們短的這一邊,來,你看一下老師怎麼接喔 你看,你把板子翻到一邊,你應該會看到有一個GND的 我轉這樣好了齁,GND,這個要接短的還是接長的 短的,那,請問,我們LD燈這個角,如果太小,可不可以稍微拉開一點 可以,但是不要太暴力喔,你不要叫人家劈腿喔 劈腿是不好的喔,OK嗎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稍微拉開一點點,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接到 這裡的話,就一個短腳接GND,長腳接02,這樣OK嗎 所以,我這邊,先對好 你把他的腳位稍微拉開一點點,那我們現在就這樣 但是你這樣不行喔,你要稍微再往內推一點點 把它,好像插座一樣有沒有,把它插到底,稍微推一下,但是也不要太大力啦齁 你就推到不能送進去就好了,有沒有,這樣就放進去了 這樣就放進去囉 好,所以我這邊接02,好,接02,那,這樣,好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來試看看喔 雖然我現在是在模擬器裡面 好,雖然我現在在模擬器裡面,可是也可以怎麼樣,也可以點燈喔 你看一下這邊 好,在這裡 我們就告訴他,在這裡呢 這個地方 剛剛我們這邊是不是結石 對不對 你把它換一下,這邊你可以換到02齁 這裡 這一條 這一條,記得喔 你一定要先把程式停止之後,你的那些土啦,才可以改 齁,右上角那個,你要先停止一下 這邊 好,我把這個刪掉,我就接到02 有沒有,接到02 那,這個上面呢 我現在要用的是Smart 我們的板子有不一樣齁,我這邊就直接用Smart 這裡我就直接用Smart 好,然後,它要連到哪裡 Smart的就沒有那個,模擬器的 它就是直接透過Wi-Fi Wi-Fi就是我們無線網路齁 但是要透過哪邊,要呼叫你的寵物 誒,要呼叫你的寵物 那,你可以重新打一次 也可以直接從這裡,直接複製 有沒有,我們剛剛不是右上角有個閃電嗎 你可以從右上角直接複製,把它拉來下面這邊貼上 這樣也可以 其實用複製的是比較安全啦 因為有時候不小心你會弄錯嘛 那,怎麼複製比較快 像老師這樣 在這裡,滑鼠左邊點兩下 它會自動選起來 滑鼠左邊點兩下,你就Ctrl加C Ctrl加C,當然你按右鍵也有 Ctrl加C就複製 來到另外一邊之後 點一下這裡,Ctrl加V Ctrl加V Ctrl加V 有沒有,Ctrl加V 所以你看,我兜兜兩下複製 在這裡貼上 這樣就好了 那,記得腳位我現在是變02 我也換成02囉 所以我們試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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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除了這個 這裡也有一個 你就可以Play看看囉 這樣子 當我按這裡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這裡也會亮 這樣 這樣有沒有亮一下 按一下就打開 按一下就關 這樣了解了嗎 我們跳一下 可你 拜拜 謝謝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